在這段期間我們透過了市集音樂 然後不同的設計去讓大家走入萬華 無非就是說在這個老城區其實有太多的故事 那文化總會在這個兩年前 因為這個165年這個難得的時候 結合這樣的一個慶典 然後來講老神經的故事 這其實是格外有意義的 那我想一百多年前 平安尊王我們因為神讓這邊的人連結在一起 一百年後我們在這個地方透過不同的新的方式 將世代連結在一起 那我更希望說在明年因為國境慢慢的開放 我們讓世界走進這裡 今年我相信剛剛警長已經說了 我們接下來的規模跟相關的活動 其實都要花很長的時間來籌備 那生生有幸在這三年來都有機會來參與 青山王季 那每一次的過程都是越辦越好 那在這段過程裡面 真的要謝謝所有的配合 包括我們地方的各個宮廟 還有很多台北的市民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期待青山王季 第一年大家說很長 他說去年我們辦到十點鐘救濟廟以後 還有民眾來考慮說 今年不太熱鬧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再讓他們熱鬧一點 所以對整個萬華來說 它是一件地方的盛事 尤其這三年 我們萬華受到重創 所以特別需要相關的 不管是安定人心 還有激勵我們整個上機 所以山山還是非常非常期待 今年的青山王季即將展開 我們也希望這次的活動 能夠圓滿順利成功 讓青山王季成為台北西區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時間點 大家全世界國際的觀光客 到這個時間就要記得到台灣 到萬華來參加青山王季 這是我的夢想 也是我們所有萬華人的期待 我希望今天的捐贈非常感謝 因為消防群真的非常需要好的配備 所以這個這麼大手比 也是我覺得看到的非常的感動 所以謝謝青山王 謝謝所有的朋友 謝謝大家對於市場府的支持 我會跟大家一起 我們一起來守護萬華 守護台北 謝謝大家 謝謝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